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大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永乐时期的 凤凰文竹节坝三系的茶壶它的真伪 首先看气形 这件房品坝做的就是错的 刘做的也不对 这气形上就有问题 看这个刘和这个瓣 然后再看它的胎右 它的右出现了明显的差距 永乐时期的以清白右为主 它的这个是偏白而且又偏黄 另外永乐时期大家记住 不可能有这个款制 这个款制清花的 就是目前只有在压索碑上面有 其他的清花器物上都没有发现 存失的这些东西里面 另外像这个它的盖上面 它是真品画了一只凤鸟 它画了一个蝉之牡丹 那个折之牡丹这是不对的 因为在过去皇宫里边它是有定制的 不能随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再有就是清花的用的料 它这是完全就是现代的那种防品的做法 然后在上面再弄上什么西光斑 根本就不是苏玛丽精料 另外就是这个圈族 底族它不是沙底 真正倒在的是施的满用 只有胎族漏胎 可以看得出来胎体是非常洁白 非常细腻的 这一眼假这是 假的不能再假 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北华收藏这个节目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